如何硬制克制化专属马克杯,转印马克杯必须知道的四件事,马克杯热转印原理可以从两种马克杯热转印机看出来,基本上都是透过加热加压的原则并加以优化提升工作效率及产能。 以下一声就介绍两种马克杯热转印机,帮你更了解马克杯热转印原理,并快速上手马克杯热转印机。 马克杯热升华转印,使用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要先透过热升华墨水印出油转印纸,再放入马克杯热转印机加热加压,使印有同样的墨水升华转印至马克杯上。 使用一般的马克杯热转印机,会受到数量的限制,因为一般的马克杯热转印机模具只有一组,可以选择一声的二合一马克杯机同时热转印两个马克杯。 另外,马克杯的大小也要符合模具才可以使用,可用一声的四合一马克杯热转印机,提供四种不同的模具方便调整。 3D真空机 3D真空机是利用真空吸气原理,使加热及加压的效果更好,更迅速,让图样可以更顺利转印在马克杯上。 3D真空机没有模具的限制,最多可以同时放入12个马克杯执行马克杯热转印,不论是效果或是效率都比一般的马克杯热转印机更优秀。 硬制马克杯的三步骤,一,图档制作,于绘图软体绘制或搜寻合一图档,并测量所选马克杯尺寸,将图档编修成马克杯硬制大小,建议挑选高画质高解析的图档,以获取较好的硬制效果。 2.纸张输出,透过马克杯转印教学步骤将档案编修完成,将图档以转印纸印出,使用热升华专用墨水进行镜像裂印,将硬制好的纸张裁切多于边角,并再次比对确认马克杯转印位置。 3.加热印制,将绘制输出完成且裁切好的转印纸,用耐热胶带固定在马克杯上,放进马克杯转印机的杯式加热器中,并转紧旋钮,于操作面板设定200度180秒,等待仪器加热结束,就完成了马克杯转印教学的最后一个步骤,可将转印纸撕去并检视印刷成果。 硬制马克杯的四个注意事项,一,纸张边缘卡墨,自己印马克杯时若转印纸张并未裁切多于空白边缘,常有纸张边缘通过印表机滚轮时,会沾上墨水,但在纸张上成像不明显,常常会在硬制完成后被忽略。 当转印至马克杯后,才发现杯子上多出黑点或线条,即为纸张位裁切多于边缘所造成,因此在列印图档时务必将为呈现图案的空白处裁除,并仔细检查转印纸边缘是否有沾染墨水,在送入转印机中加热,避免印纸瑕疵的状况发生。 2.上色不均,印刷时手中实际成色,若绘制的涂档颜色较深,转印时可视状况可增加15-30秒的加热时间,让转印纸上的图像能更好地附着在杯子边缘,让上色能够均匀好看。 3.晕染叠影,若杯子在高温状态下,转印纸张没有贴紧,而在转印过程中产生晃动,容易造成杯子图案像水彩化沾水一般晕开,或是产生图像重复交叠的叠影现象,为避免此现象。 4.建议在高温下,务必确认转印纸固定,在加热完毕撕去转印纸张时,也不宜晃动过大或撕速过慢,让图像能安稳成色于马克杯上。 4.温差杯列,一般来说会使用二合一或四合一的马克杯转印机节省时间与空间,同时转印二至四个马克杯,为球印制完成后能快速包装。 通常印制马克杯时会准备剩满凉水的水桶,当杯子转印完成时候,会将杯子放进水桶里面降温。 此时建议应该将杯子快速放入水中,若放至水龙头下冲洗或是缓慢放进水桶里,容易因高低温落差,造成杯把断裂或是杯身崩裂。 马克杯转印机有哪些选择? 1.第七代马克杯机 如果本身是SOHO族或个人工作室,马克杯并不是主要贩售的商品,而且每款图案需印制的数量不多,可以选择入门款的第七代马克杯热转印机。 此款机种属于全手动式操作,富有固定手把不必担心印制位置不准确,且虽然体积小,但是印制范围也有8x20公分。 此外,价格门槛低也是它的最大特色,虽然评价但是印有的坚固材质,防生锈及防挂处理都设计到位,是非常轻松好上手的款式。 2.电动马克杯热升滑转印机 若担心全手动的马克杯转印机会影响印制速度,那么马克杯转印机挑选的另一款理想选择就是电动马克杯热转印机。 半自动式操作设计,可以加快印制速度,减少校对的时间,每次热转印的印刷位置也更为精准,省时又省力。 另外,此款电动马克杯转印机重量仅4.8公斤,轻巧不占空间,而且还具备数字化温度、时间设定以及自动警报安全提醒。 3.二合一马克杯机 相信在进行马克杯转印机挑选时,许多人会注重印制效率的部分,因此一生特别研发同时间产出量多一倍的二合一马克杯机。 高效能快速印刷的设计,是文创产业的第一选择,因为需要长期贩售本身产业的特色商品,有了这款便能节省人力,事半功倍。 不过要注意的是,二合一马克杯机净重14公斤,是四款机台中体型较大,重量较重的款式,购买前要评估作业空间是否足够哦。 4.四合一马克杯热升华转印机 因应客制化是现在创业新趋势,一生特别推出支援两种马克杯型,六种马克杯尺寸的四合一多功能马克杯热转印机,提供电子式控制器,发热电快速接头转换,杯体转换时,只需要一根螺丝起子就能松下五个螺丝。 快速更换发热片,降低印刷时间成本,马克杯转印机推荐一生,提供多种机型,专人服务,欢迎您了解更多一生数位印刷设备的其他热转印设备或是免费线上预约来场参观,挑选您心仪的马克杯转印机选择。